女孩衣衫蓝绿的在街上狂奔 身上还流着血 女孩一边跑一边哭 一看就是遭受过非人折磨 从哪里逃出来的 女孩被警方解救 并封进了囚禁她的地方 那是一个废弃工厂 凶手早已消失不见 里面全是酷刑器具 一把面上有洞的椅子 就是女孩被绑的地方 睡觉和排泄都在椅子上完成 女孩名叫露西 之后被送进疗养院 警方调查案件 但露西一个字都不肯说 因为她有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警方想找她的朋友安娜了解情况 但无果 安娜回去后发现露西躲在浴缸里 身上全是血淋淋的伤口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露西非常恐惧 拉着安娜不停地哭着道歉 安娜只好安抚她去床上睡觉 但露西不仅睡不着 还看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坐在她床上 下一秒就朝她扑过来 把露西吓得半死 一晃眼15年过去 一家四口正围在一起吃早餐 此时外面响起门铃声 父亲去开门 没想到是露西端着一把冲锋枪 男人被秒杀